据统计,台湾40岁以上承认咽尿症盛行率达40% 推估目前至少有450万人受期缩绕 对此,泌尿科医师顾芳宇表示 造成咽尿的原因多元 包括社乎腺肥大、抗力尿激素不足 睡前水分摄取过多 心脏衰竭、失眠、泌尿道感染、糖尿病等 都可能出现咽尿症状 因此,一旦有此情况千万不要忽略 因找出发生的正确原因,尽早解决 顾芳宇在粉砖鸟科学先生泌尿科顾芳宇医师发文表示 咽尿频繁不仅睡眠品质受到干扰 更常因室内灯光昏暗发生跌倒 导致中老年人骨折,甚至有死亡的风险 此外,冬季气温骤变,容易使血压变化幅度大 从而增加脑梗塞、心肌梗塞发作纪律 因此,看似只是尿尿的小问题 对于身体健康来说,影响可能很大,不可不慎 顾芳宇进一步提到,咽尿是一个症状 而非一个单一疾病,造成其发生的问题多元 因此,需要找到原因后治疗,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他并整理出一下造成咽尿的五大原因 一,摄护腺肥大 由于肥大的摄护腺组织造成尿道堵塞 进而导致排尿不顺,小便无力,贫尿,咽尿等症状 不仅造成排尿上的困扰 长期下来更可能使膀胱纤维化 最终演变成急性尿滞流甚至肾衰竭 因此,一旦摄护腺肥大出现症状 应及早治疗,以免生活品质大打折扣 影响全身健康 二,抗力尿激素不足 抗力尿激素有名AT 是脑下垂体分泌的荷尔蒙之一 可调节夜间尿量 是尿液浓缩,才不会晚上一直想熬上厕所 但由于某些原因 像是老年退化或是压力等 造成AT的分泌不足时 就可能造成夜间多尿 或又称尿崩症 且每次尿量几乎跟白天一样多 建议应寻求专科医师诊治 可依靠一些药物的方式补充AT 即可获得大幅改善 三,咖啡因或酒类摄取过多 睡前水分摄取过多 很多人都知道咖啡因 酒类摄取过多会造成利尿 但却忽略了睡前4到5小时 水分摄取过多也可能造成咽尿 当有咽尿情况发生时 初步可先控制晚餐后水分的摄取 尽量让大部分的水分都在白天时饮用 很多时候生活作息的改变 就能改善咽尿情形 四,心脏衰竭 心脏衰竭也有可能造成咽尿 主因是当白天坐着霍占力时 若心脏功能不好的病人 很难将四肢的血液送回中枢 因此当夜间躺平时 蓄积在下肢的这些水分 重新分布循环到肾脏时 尿液就开始大量产生 进而造成咽尿 此类病人往往白天尿液不多 晚上却频繁跑厕所 虚线治疗心衰竭的问题 就能有所改善 五,失眠 这是很多年轻人忽略咽尿的原因之一 其实身体的机能并无问题 却因睡不住 睡不好而放大了想要上厕所的感觉 此类病人常住宿咽尿平凡 但每次尿量都不多 进一步询问往往伴随失眠 焦虑、忧郁的情形 顾方与补充 其实造成咽尿的原因还有很多 例如摄护腺发炎 泌尿道感染、糖尿病等 因此当发生咽尿时 建议可先寻求泌尿科医师的协助 极由医师的鉴别判断出咽尿发生的原因 对阵下药才有机会解决 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 按赞、分享 愿推尝 QUE seed 感谢观看